很久沒有跑這10公里的比賽 那這也是我第一次參加萬金石 那其實在賽前就一直有聽說 這個路線其實是有一點點難度的 包括因為它在海邊嘛 有一點海風 然後加上會有一些比較起伏不定的一些小波段啊 所以這場比賽其實是有點考驗選手們的一些激勵 那剛好我的激勵算是還蠻有自信心的 那所以也可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保持自己的速度沒有掉太多 然後到後段的時候也有很多很棒的選手可以一起相互刺激 然後最後我覺得因為我是中距的選手 所以發揮我自己的優勢是後段的衝刺能力比較好 所以很幸運的可以拿到這一次的冠軍 今天後段速度沒有為止其實還蠻難過的 就是想說今年因為少了就是利君 去年就是輸給利君就是知道自己後段比較不足 所以還是提早開 但是後面還是被停了學長追上 所以回去可能要再請教老師速度方面要怎麼再提升 然後下次才可以開贏他們這樣 比賽比較密集大概還是有多少一點點像 但是這還是自己要去客製的地方這樣 接下來全大運準備框框框就是以全力以赴 就是去調整全大運 就是路跑賽就會盡量少參加 就是以全大運為主 因為自己還沒拿過前三名很想拿前三名 因為我是第一次參加這場萬金石馬拉松的10K挑戰 那我賽前其實就有看他的路線是比較起起伏伏的 那搭配一些這裡特色海風 我旁邊兩位選手剛好就是因為多年認識 然後也是朋友 就剛好他們也一二名 那在跑的時候我就有在思考說 我其實上下坡能力沒有他們來得好 到後段的時候我就想說沒關係 那我今天就當練習在這場比賽去做一點激勵訓練 跟訓練一下自己上下坡的能力 那沒想到我今天跑的成績其實也不錯 第一次跑這種上上下下的路線沒有後段大炸的感覺 今天的氣候是蠻適合跑步運動的涼爽 然後又帶一點小雨的氣候 然後去年我在這個項目拿下第二名 然後今年呢就是因為有熟悉過這場賽道的路線 然後在沿途上看到很多跑者為我加油 就覺得越跑越興奮 雖然中間可能只有部分男性跑友跟我一起 但是就是前面還是會有跑者想要往前追的那種動力 是讓我覺得很興奮的 希望可以在全運會突破自己的個人最佳成績 也會利用今年的暑假好好的充實自己 因為其實我在氣跑前出去的時候有被擠到 然後本來是想說以不跌倒 然後平安跑出去為主 然後其實我算是後面後追型的 然後但因為我跑得比較保守 所以對我來說上下坡對我來說還好 海豐對我來說比較有差 我第一次來跑萬金石馬拉松 所以各個都是處於摸索階段 其實蠻開心的啦 因為就像我剛剛前面說的 我本來預計可以前五 就我覺得就很開心的 但是店名還蠻意外的這樣